这个今天的课呢是比较重要的 2023年的3月3号 我们上一次说 有可能还有操作 就是前几天的事 当时呢 就60分钟 调过24个周期 有可能不跌穿去趋势 那么那个时候呢 结构将失效 结构失效在趋势线之上 是有可能买回的 但是这次操作 是有可能卖出的 虽然说时隔没有很长期间 好吧 请看稳带的 看一张图 看一张图啊 接下来就做点图 够了啊够了 上一次出日线 于是大概率会出顶部的增化 下周一啊 下周一大概率会出顶部的增化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量化标准的 高于多少它会成增化 高于多少 有没有 3301 肯定才出 肯定才出啊 高于多少 因为它大概率是出增化嘛 做一个模型线就行了啊 好吧 我给大家做 3301啊 没错啊 明天 下周一啊 下周一啊 如果是上升的 出增化 如果是平的 出增化 对吧 跌接近1% 它才不出增化 但不出增化 它也不一定后天不出 主要它也不一定后天不出 所以这里边 上这点说 日线大带率 会有点过的增化 我们假设啊 假设啊 假设明天 行程度 按照今天的速度 啊 我们假设按照今天的速度 形成增化 这个增化的级别 还是比较大的 今天的值得是运行了2 最高 明天的假如说再加2 有26 最高还是41 41.2615 15回2 7 7个交易日的增化 7个周期的增化 就算比较大级别的增化 好 这是第一个 假如说明天 日线形成增化的情况下 日线的增化是较大的 能理解的答应 这是第一个前提 好 我们第二个前提 第二个逻辑 看下一条图 120分钟线 120分钟线 同样 按照今天的速度 能够维持多少个周期 就要这个值 对比的是这 不是这 最前面的话 那就太大了 能维持多少个周期 能算后面 现在是负的13.67 上一个值是13.76 上一个值是12.06 每个周期运行1.7 那只呢是16.07 两个 两个 那么假如说按照目前的速度 到明天的收盘 还是增化 按照目前的速度 它如果加速的话 就增化消失了 如果目前的速度的话 到明天收盘还是增化 能理解吧 如果 日线也是钝化 基本二分钟线也是钝化 还有一个系列 注意啊 还有一个序列 如果这是6 就不好说 但是这个是7 维持两个周期 目前的速度维持两个周期的话 那么明天有可能会出现钝化加9 对啊 明天是有可能出现钝化加9的 这个地方是7 好了 日线 下周一啊 下周一收盘 有日线钝化的概率非常大 120分钟线有钝化加9的概率比较大 但不是非常大 而是比较大 第三个逻辑 还是那个 到今天为止上升已经83天了 前面的是83和88 现在的已经83 下周一就是84 对啊 下周一就是84 在敏感的时间段出现了日线集结的钝化 又把这个敏感的时间段加上了一个新的逻辑 结构上的敏感时间段 所以呢 在这个时间段呢 是找转折点的 120分钟线 在明天啊 下周一的下午收盘 还有钝化加9 那么 下周一的下午收盘 是有可能有操作的 如果有 就是在目前的基础上 再减两成仓 从六成 减到四成 也就是四成的地仓 就不能再两 减到最多了 能理解到答应 但是这种概率是不大的 就是有操作的可能性 跟上次一样 操作的可能性不高 我呢 要提前说 告诉大家好有个准备 非常不大 就是 减两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120分钟的这个逻辑呢 它如果一加速 那么 对话消失的概率就有大 对话消失概率 一旦我们去判定 它是大概率 9就不理了 就不能离9了 因为只有在 对话加9 成立的情况下 才能找这个点 但是呢 假如说啊 明天上升的 降速比较快 第一个呢 下午收盘 直接120分钟 对话消失了 本日下天也不会消失 是吧 第二个呢就是 降速比较快 120分钟 明天下午没有消失 但是 后天 嗯 下周一 下周一 然后下周二 一开盘 它就又消失了 这两种情况下呢 我们我们就不早锻炼了 不早锻炼了 假如说明天 小阳线 小阳线 或者是 下周一 下周一 往年下 下周一 都是有可能操作的 因为 日线 大级别增画的前提下 周气形成对称地前提下 120分钟 投现增化下去 好吧 可据说的清楚吧 三个条件 第一个 日线的顶部增画 manufacturer技ime 在吉他说梵筏之前是没有操作的 下周一连接收反的时候再定 可能会有操作 概率的一定不超过50% 操作 结论是再减两层仓 如果操作的话 结论是再减两层仓 前两天如果操作的话 是加四层仓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 跟着市场的变化是定 第二个逻辑呢 是周期的83的 敏感周期时间段 第三个呢 是120分钟的动画下去 好吧 三个逻辑说清楚了 明天跟下周一 没事我都听得懂 动画教室就不操作了 主要动画教室就不操作了 那么也不代表 我们说不操作 就是明天不操作了 那么后面呢 日线如果有动画 那后面呢 假如说在后面有七天的动画 在这七个教日里 什么时候形成结构 什么时候还要点 能理解吗 日线结构嘛 什么时候还要点 在这期间 日线不行成结构的情况下 有可能 一往二分钟 九十分钟 或六十分钟 还可能会有新的结构 九十分钟或六十分钟 现在动画教室的短期设计库 不会有 但是它毕竟有起个点日的 起个点日的 好吧 如果日线动画教室 我们会被动感仓吗 会啊 会 会 我确定 肯定 我看我能吓死你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这个文字特里也说过 咱们不能阴阴费时 还得演个大的方向走 但是假如说 这就出现小概率的 那就一直往上走 动画教室 那买回来的 那大不了的 老师中间高期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你如果可以描远 我觉得你是 欠抽了 我觉得今天三四 早上吃饭吃多了吧 说不要刷片 你就刷了五六变品 而且他刷片 你看了没有 你不是说日线剪吗 怎么120分钟还是剪 120分钟 动画家就是混合短折点的呀 为什么剪 我今天说的不够详细吗 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 二个原因 三个原因 但是剪人 还是小概率 不超过班数 关于为什么剪 你怎么用来问呢 就你的智商 你吵什么鼓 就你的智商 应该回去耕地 我怕你第一个动物名 怕孩子 怕孩子 还有什么问题吗 刷片的原因 有可能是案件失灵 你还替他解释吧 你是他监导啊 我不管你什么案件失灵 还是什么失灵 对吧 就要相信我就这样 而且像这种 对吧 我感觉 百分之九十十个亿 你不发现 解路全程在卖吗 怎么120分钟 你也卖了 个人建议 解共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一旦交易 干部不得 赢了钱 你也不给我 亏了钱 我都不管 爱多不住 光有气氛 好吧 所以只是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交易的战率不大 交易的战率不大 不超过半数 现在有可能 咱们就做好个准备 然后不交易 我们也不损失什么 好吧 不交易也不损失 市场是万店 然后呢 保持理性和客观就行了 其实啊 他不是说日线还是120分钟的这个问题 他在核心 这次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 在时间的敏感段和日线动化的敏感阶段 我们找转点 找转折点 那么我告诉大家 如果从近期的角度来讲 120分钟动化加久是最最假的 除了120分钟动化加久 那就是日线的结构 直接结构形成 别什么动化加久 就直接日线结构形成 对吧 那假如说120分钟动化加久 我们不选择这个时间点 那么120分钟一旦没有动化加久了 90分钟现在没有动化 60分钟现在没有动化 6090 120分钟全都都没有 那就只能等日线的结构形成 也就代表了 你这个点如果不找的话呢 后面除了结构形成的点 没有别的点 或者是近期没有别的点 可能等了三四天之后 和四五天之后可能还有 好吧 但我个人认为呢 我讲的已经够详细的了 够详细的了 三个人说 这一波 到现在八十多天的上升 没有出现调整 这个调整一定会来 你不用想 你一定会来 所以呢我们在日线结构进行回避 也算是符合规则 当然他不来怎么办 不来再买回来 好吧 大概率是会来的 那你说这个老师 这个行情一直涨一直涨 一直涨怎么办 我们只是按照大概率的方向走 不排除任何的小概率的可能性 但是交易就是这样 坚持按照大概率的方向去做交易 这就是逆据 好了 空舱应对好一点吗 底舱如果你要是这个级别的 是吧 牛市的第一个阶段的高点 就给空舱了 你这底舱 那叫底舱啊 那么你家有孩子没 可以回去抱一抱吧 听话你这老学感觉不应该 第一波八十八 第二波八十三 这一波刹成八十三天 就离最波纳奇数率 八十九都很接近 跟最波纳奇数率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时间的对称 八十多天 这种大数 可以啊 大数 八十多天 现在对称性 自然作用力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一个数字在近期 并且是个大数 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它都是起到作用的 我们讲时间对称 数字化定量分析 时间对称的时候 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假如说一个数字 总的进去起到作用 那它的作用力就是比较大的 空舱应该怎么说 空舱应该太弱了 对吧 今天没怎么涨 但是我们标记 既然是上证指数 其他的指数只是作为参考 不作为直升标准 标准必须是唯一的 这样你才有唯一值 你才清晰简单 逻辑清楚简单 好吧 日线动画体制比较大 纠缩空间比较大 这个问题考虑吧 纠缩空间不大 注意啊 纠缩空间不大 日线动画比较大 是因为现在的速度慢 速度慢 注意啊 它不是快速 所以那个纠缩空间大 速度比较慢 就按目前的这种速度 就算长时间的大多长 你能理解吗 特别说34% 纠缩空间不大 好不好 现在的速度对不对 20点爬了十多个点 慢了跟我讲似的 很慢的 现在这个速度 很慢的 慢是不是环长 环长对的是什么 环长对你级别 怕这个 你明白吗 日线结构形成 或者是日线结构形成 是后的三天内 或有单日 超过2%的单日大线线 要是赶到日线结构形成 我们还没出 然后处理大线线 那也得认 因为你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必须在大线线走出来 最后才进行检查 因为它是不把价格作为先生 好吧 给你认 你有可能加速上 向上加速了 我刚才说了 我说了 我说200来遍了 一切皆有可能 向上涨涨涨 上涨 一直上涨 涨 可能 有 我刚才说过了 有可能 但你会为了这种小概率的情况下 已经人家弄化了 已经花了多天了 对不对 我说大概率 它会是形成结构 大概率第一波结构 第一波上线结束 大概率是走 它会对应调整 调整是大概率会来的 听不明白吗 还是没有200来遍 我问 嗯 对 二十多遍都没有 是吧 这夸张的语气 夸张的语气 老师看在创业版 创业也觉得很充分了 我看了 我每天都看 我第一看得多 我刚才说了 我的创业版 现在创业级了 今天这两天没等 我如果没看 我能知道不 我看了 好不好 但是我又说 我说标记指数 上次指数 我们就以上次指数为准 创业版是不存在 这每一波分格不一样 价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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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风格的时候 就东西头 大兰国在上 成长风格的时候 就突然把他们在涨 一波一波接一波 但是 很多人不太好判断 到底是 哪一个风格在涨 价值风格 还是成长风格 没关系 我不说你均衡配置 更来五十大板 哪一个涨都有你 不是完了吗 对不对 你不涨的 你别担心 在下一波涨 整个人来讲 它就平衡 就是大大股涨一波 下一波可能小盘股涨 小盘股涨一波 下一波可能大股涨 不管是几波也好 你都平衡配置 到最后你还是平衡的 对不对 你想想这个逻辑 简单是减上市值股票 不是 仓位是全市场 就是上市值股票 就是标记 就是你交易的一个标准 但是交易 它不是只剩下上市值股票 每天五 三三四三 一百二十个月 中央上市买回吗 不买回 我们已经判定 日线是大概率作化的了 如果你买回 日线进行的结构 你又得卖出 这个逻辑 我们昨天讲过一遍 好吧 不买回 我把300500 各买50% 300和500 它俩真是 你就偏大一偏小 还真是 聪明了 可是其他指数 看着像一个低点 你端上升的起点 哪个指数 除了超越版指数 目前有可能形成低点以外 哪个指数 看着像起点 你告诉我 你不是说其他指数 看着像吗 哪一个 除了超越版指数以外 哪一个像 可创五元 找常用指数好不好 找常用指数 真有40多个交易日的交流 那不得像谁啊 不一定有40多个交易日 所以你必须还是考虑其他的指数 对吧 上升指数现在开始 那算第一天 那其他指数都第二个来讲 你咋想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 你必须得考虑一下其他的指数 是吧 那上升指数 比方说 跌9天10天的 突然又来个底部结果 你们这就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一旦买回来了 不一定可以有40天 我们只是说 如果从80个电的角度来讲 是有可能对应40个交易日的 但是真有40个交易日 那你也没办法 该怎么用还怎么做的 如果真有40个交易日 你不刚给败出来 4个交易日你扛了 扛到你看海枯实了 所以六连讲 不得讲了 我今天讲的非常清楚 逻辑非常清楚 但是操作仍然是小概率 既然有概率 我们做好准备 好吧 做好准备 一切都是最好的案件 上升指数它不会 从所有指数的角度来讲 它不会一直都走运 也不会一直都不走运 所以它长期来看是一个平衡的 你不要考虑上升指数的走势强 或者弱的问题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整体来讲是平衡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 在这里全部